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.A.5的疫苗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虽然在本周仍然排名第一跟第二 但是在两周变化里头 它们增加的幅度 没有像过去来得那么高 过去甚至可以高达80% 40% 另外台湾终于下滑了7% 美国下滑了15%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大升了5699% 这一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是很多人躲在防空洞或是地下道里 这使得整个群聚感染大幅提升 那么这是整个乌克兰排入了 全世界前十名疫情的一个相关的状况 而乌克兰的难民数正在增加 现在已经增加到770万8224人 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差别攻击 乌克兰难民成为一个未来最头痛的问题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 周报 欧洲版